康熙六十一年 已经六十一岁的田文静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活了大半辈子 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居然也如江上一般 大气晚成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日 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的康熙帝 在畅春元驾崩 颁布遗诏 拥亲王皇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孝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季镇登基 及皇帝位 及尊典制持福 二十七日是福 布告中外 显史闻之 在这之前 围绕这个皇帝宝座 拥有三十五个儿子 二十多个女儿的康熙帝 在他晚年的数十年间 非但未享受到 多子多福的天伦之乐 反而因为太多儿子 惦记他的皇位 因此掀起无数腥风血雨 也给他带来 无尽烦恼和痛苦 最后四阿哥印针 在众多皇子中 成为最大赢家 和四阿哥一道 成为人生赢家 让自己在晚年 终于大放异彩的 还有一个人 就是田文静 半生严谨 说到田文静进入仕途 还是颇早的 康熙二十二年 身为汉军郑兰奇的 二十一岁的田文静 就以建生的身份 备受为福建长乐县县城 在这个正八品的官位上 田文静一干就是九年 直到三十岁那年 才升任山西宁乡县之县 然而在此后 长达二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 田文静始终在 各地州县官的位子上 止步不前 直到康熙四十五年 虚岁已经四十五岁的他 才终于升任 吏部员外郎 这之后 又是等了十年 直到康熙五十五年 他才终于又迎来 人生中再一次的升迁机会 这一年 朝廷命田文静 去巡视长颅严正 这次调研回来后 田文静向 康熙尚书建议到 长炉的盐引缺额五万七千余 应该恢复商人原先的赋税 这之后不久 田文静被提拔为内阁士读学士 在康熙朝 田文静的官位升迁止步于此 直到四阿哥雍正登基 他才迎来真正属于自己 仕途的春天 雍正元年 雍正帝派田文静和另外十几个官员 前去祭告华山 这次例行告绩 不过是新皇帝上任的惯例 本也玩不出什么花来 在告绩归来的途中 他们这一行官员经过山西 当时那里的各县旱灾都比较严重 他们路过时 当然是有所耳闻目睹的 当然 因为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 所以这一众官员 一路看着听着 议论几句也就罢了 谁想他们回到朝廷后 在一次早朝时间 年庚瑶上书雍正帝 说山西有灾情 希望朝廷正在 等到雍正帝询问山西巡抚得音 山西的具体受灾情况时 向来报喜不报忧的德音 竟直接告诉雍正帝 说山西与水充沛 并无灾情 眼见德音公然说谎 再也看不下去的田文静 直接上书雍正帝 把自己和十几个官员 经过山西时 沿途看到的各县的受灾情况 一一据实详细汇报 并要求朝廷立即拿出对策 尽快镇及灾民 眼见前后两份奏折 说法截然不同 心系万民的雍正帝 直到责任重大 要求田文静会同德音 立即前往山西镇灾 彼时的德音 还在狡辩说 山西的灾情被田文静夸大了 其实并不严重 只要近期下一场雨 很快就能风调雨顺 完全不需要朝廷救济 然而军命不可为 这德音最后还是老老实实 和田文静一道 去山西镇灾去了 田文静随同德音到达山西后 立即马不停蹄 赶往山西受灾严重的各个州县 着手开仓放粮镇及灾民 同时积极制定防灾减灾措施 减少百姓经济损失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山西十余万百姓 因为田文静 得以死里逃生 因赈灾有功 田文静回朝后 上报山西救灾事宜 雍正帝听霸很满意 同时也对这个前朝老臣刮目相看 不久 就任命他担任山西部政史 正式成为朝廷二品大员 而原先瞒报谎报灾情的德音 则被革职查办 经历大灾之后的山西 在田文静整顿励志 厘清积压公务等系列整治措施 有效实施之下 经济形势逐渐转好 晋商云集 百姓安居乐业之时 没想到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第二年 河南又发生黄河水患 河南地处黄河中流 年身月酒 泥沙淤积 河床抬高 因而导致黄河水极易泛滥成灾 早在康熙末年 河南一带的黄河水患 便日益严重起来 此地大量农田数度被冲毁 导致民不聊生 官匪横行相礼 百姓怨声载道 雍正二年 为积极应对处理黄河水患 田文静被调任河南部政时 全权负责河南救灾大使 走马上任到达河南后 田文静立即将治理黄河 作为头等大使来抓 在对水患重点区域一番仔细全面考察后 田文静开始制定整治河道 加固河堤的具体方案和策略 这一次 秉承治理水患人人有责的方针 田文静规定 除了参加劳役的民夫外 原本不必参加劳役 在社会上自觉高人一等的秀才 士绅也要上河堤参加劳动 如果自身身体条件不允许 或者不愿意 可以花钱雇人代替 这一规定刚一出台 很快就招致秀才士绅们的强烈不满 你呀想让我卷起裤管 扛个铁锹 跟着老百姓一起去干活 门都没有 这些人上人们一肚子埋怨牢骚 完全不配合 不但不配合 在这一年的岁考中 来自丰丘县130余名秀才中 只有23名秀才报名参加考试 更恶劣的是 那些罢考的秀才们 竟在考场外将考点大门团团围堵住 不让其他考生进入考场考试 以此罢考形式 表达他们对秀才 是身一体当差服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眼见即将酿成重大考场事件 田文静当机立断 立即奏请雍正帝对此事严加处置 后迅速将带头组织罢考闹事的两个人立即斩首示众 眼见带头大哥当场死翘翘了 这下一众闹事的才彻底被制服住了 一个个规规举举服役当差去了 这边田文静正在河南 担经节律治理水患强有力推进士绅一体当差政策 确保有充足的人力财力治理河道加固河堤 那边因为地方出现了重大群体性事件 心做皇帝不久 到底放心不下的雍正帝也在这一年 带了几个随从 乔装改办一番 悄悄去了河南 开始了他的微服私访 雍正一行秘密到达河南后 当看到军民齐心 全力抗击黄河水患热火朝天的景象时 原本悬着的一颗心瞬间便放了下来 在河南微服私访期间 他不但看到了在田文静主政下 各项抗灾事项有条不紊的 一项项稳步扎实推进 而且看到了田文静在此地 同样开始大刀阔斧地 着手进行励志整顿 雍正帝这下不但放了心 还彻底安心了 心情颇佳的雍正 在从河南离开时 因为经过山西 遂又萌生了想一去山西 看一看经过田文静上一年整顿过后 焕然一新的山西 呈现出怎样一番喜人景象的想法 在山西进城 清代的晋商辉商两大商派云集于此 互通贸易 因而此地商业异常繁荣 生有饮茶匹的雍正帝 伴着几个同样商人打扮的随从 当步入热闹繁华 人头攒动的进城时 远远看见一家茶楼的招牌 便直奔茶楼而来 进的店来 店老板见一行人 穿着甚是贵重华丽 一看就是非富即贵之人 遂马上吩咐伙计烹上上等好茶来 雍正一路行来 正自口渴 又肩盼着要一饮民间好茶 于是就着那青瓷白碗 便连着饮了好几口 顿觉清香无比 最重要的是 细看这盖碗之茶 茶行微卷 壮四雀蛇 茶味四蓝 香醇回甘 和他在宫中平常最爱饮用的灰中毛尖 简直一模一样 雍正帝先是一愣 随后手捧盖碗 微笑问店家道 敢问掌柜的 此茶可是毛尖 一见来了个实货的 店家随即向雍正夸耀道 客官果然是实货之人 这可是最上等的毛尖 是我儿子前几天刚从辉州回来 特意带回来的上等好茶 总共只有一百斤不到 听说 连宫里皇上喝的都是这茶呢 雍正帝听罢 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几个随从也心照不宣地微微一笑 笑吧 雍正又对店家问道 敢问掌柜的 这茶多少钱一斤 我要带上二斤 回京城送朋友 一听说贵客要买 店家满脸堆笑 对雍正说道 既然您是京城来的贵客 我们只收您五百文钱一斤 一听店家这话 刚才还笑逐颜开的雍正 刷的一下就变了脸 面色极其难看的一句话不说 立即转身走了出来 这边 撂下店家一脸猛逼地站在那里 走又不是 说又不是 站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幸得随同一道来的张婷玉 和土里称二人 很快不动声色含笑 让店家给撑好了二斤毛间 一个付钱 一个取茶 随即和店家道谢后 也匆匆从茶楼赶了出来 面带圣木之气回到京城后 雍正先是下达了 免除山西受洪灾地区三年的赋税 又下达一道命令 免执力 江苏 安徽 江西 山东等省 二十九州县 未栽赋 这之后 雍正帝才开始着手处理毛间茶事务 原来 雍正平时在宫中 常喝这种产自灰州的毛间茶 且甚是喜爱 有一次 他特意询问内务府总管圣安 这毛间多少钱一金 结果 这圣安张口就来 陛下 您喝的这是上等毛间 一斤就要三十两银子 一听这茶叶如此昂贵 雍正帝从此都不太舍得喝 可是 这一次 他微服私房 路过山西进城 没想到 竟无意中挖出 隐藏在自己身边的这只大老虎 一向对贪官污吏 深恶痛极的雍正 随即下令将内务府总管圣安 经办太监秦永安及皇商薛继三人 立即逮捕下狱 待沈青事情来龙去脉后 随即将这三人斩首示众 并突击式抄查了他们的府邸 将违法贪污所得 全部充公 当年 在九子夺嫡的血腥残酷宫廷斗争中 成为最大赢家的雍正帝 在接过皇帝宝座的同时 也接受了一个朝廷国库亏空 官场黑暗 腐败的烂摊子 一向以宽人著称的康熙帝 在他的晚年 既没有心力 也没有能力 去大力整顿朝政 所以 这个重任理所当然落在了 他的继任者雍正的头上 十载 雍正在位十三年 共批阅奏折三百六十多卷四千多份 欲比诸批达千万字 雍正登基后 涉军基础 大力整顿立志 着力推行火号归功 贪钉入母政策 逐渐使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在惩治贪污腐败这方面 雍正帝每年派出 约千人左右的暗访组 在全国各地 共查处贪污案件 多达四千一百六十件 而在这一系列 大刀阔斧整顿改革的背后 正是包括 田文静在内的一大批 中军爱国臣子的 坚决拥护支持 才共同为康乾盛世的出现 立下汉马功劳 所以 雍正帝对这个老当义壮的 心腹大臣田文静 评价颇高 自检任都府以来 府库不亏 仓储充足 查理安民 承贪除弊 单结心智 不辞劳苦 不必闲怨 数物拒绝 四尽肃然 其实 铁雀也始终关于雍正的 种种负面信息不谈 在鞠躬尽瘁 治国理政这方面 他对田文静评价的这段话 又何尝不是 他本人的真实写照 小小一碗茶 茶中乾坤大 一茶而立展三人 我们由这一件小事 可以鲜明看出 雍正对腐败 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观骨可以见金 一碗毛尖茶里 蕴藏着的治国之道 永远都不过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